借户之下 分批移往北 中 南 各个地方的监狱看守所 其中备受社会瞩目的 五位将军 八颗星星 以及利拉法业案的 这个郭立衡上校 通通移间台北监狱 全程一共花四个钟头 而军事监狱 也在今天开始 正式地步入历史 清晨6点15分 借户车队从台南日清山庄出发 展开全国大移间 第一批移动的军事囚犯 第一辆球车里 包含陈世瑜 陈游武 张静德 罗贤哲四位将军在内 有八颗星星 以及上校郭立衡 从台南监狱 移间到台北监狱 游侠去警方开道 宪兵持长枪前后压车 确保冠武一失 从国道一路北上 9点44分平安抵达台北监狱 另一位将军级的囚犯和拥间 八点从桃园怀德军间出发 同样是武装宪兵长枪借户 四三分钟就顺利完成一间 从制高点来看 何庸坚是第一批军级囚犯 抵达台北监狱 检警全程搜证 并用四名宪兵借户 在队伍中他格外明显 因为戴着红色帽子 就是前宪兵司令何庸坚 看得出来头发斑白 一身白衣卡其裤 穿着运动鞋步入台北监狱 军事监狱走入历史 预防人员很低调 但是发言却又是只有那一句话 难道又跳针了吗 各位今天我们的任务已经结束了 各位辛苦了 谢谢各位 高雄一兰的部分 转身就走不愿多谈 这次全台一间军事犯 一共269人 从台南兵分13路 分送北中南各地的监狱看守所 其中备受社会关注的五名将军 以及拉法业案的郭立衡上校 全部一间台北监狱 成了官军事犯的第一重镇 8月15时上最大的一间行动 花四个小时平安落幕 军方强调囚犯没有阶级区分 但是新兴家军却又是第一批第一车先送 有没有礼遇 在军事监狱走入历史的这天 在天一笔争议 中学台南桃圆烧醋 综合不到